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團賽馬集作 今天是2021年4月23日 拍片的時間是星期五的大約6點多,接近7點 又來到神粗營養快線的時間 為大家提供一些有營養的神粗資訊 幫讀馬的時候提供養份 本來週末是膠神的 膠神上個星期就說要隔離的 現在隔隔瓦都失蹤了 我也找不到他 他不會確診 我不知道他什麼了 可能也要把西瓜放進去找他 可能不知道,希望下個星期再見他 所以我這次特別邀請文傑兄 由星期一搬過來週末,星期五 本來他下個星期一做 但是下個星期一可能講回本地的賽事 好像沒什麼意思 因為這次有幾個國際賽事 也有幾個日本隊去馬匹的 所以問問問文傑兄一些獨家的資訊 所以就勞煩文傑兄幫忙了 好,謝謝 開支之前也簡單提提大家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麻煩可以按訂閱再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影片圖中有廣告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盡量幫幫忙看完它 謝謝 謝謝 其實全部都是日本馬匹的 短途只有一隻野田總擊 其實沒什麼好說的 反而在女王杯那幾隻外隊馬 其實也有些戲劇性 尤其是耀滿平 馬匯公佈的消息可能會退出 一會兒會問問文傑兄的情況 首先說說神業先和文傑兄 因為你是不是接受日本傳媒訪問 也有提過這隻馬 為什麼會特別提到這隻馬呢? 文傑兄 我跟他說馬克羅斯不會扯到很慢去放的 因為上一次高東尼就是不滿意的 這樣扯到這麼慢去放的 因為他一扯慢放 我好像說過 令到這隻時事精彩又搶鉤在後面 另外那隻天滿意也都不算很有利 所以才把步速太慢才令到那隻 他覺得是因為這樣金槍60才贏的 所以金槍他都會放 但是神業他有一種放 你也知道大家玩打遊戲機都知道是大途的 他可以 我講他們都在笑 然後我們私底下談 他說這隻馬在他們眼中 是一隻很難去預計的馬來的 因為他可以立地成佛 出閘萬一萬分鐘後面一衝衝上來很厲害的 一時搶了出來就控制不了 安上人就在前面 不斷捋著走的 大途 又不是輸得遠的 所以他們覺得是很難估計的馬來的 這隻馬 剛才我跟文貴英說過 這隻神業其實都轉了新的連馬師 這隻新連馬師會對這隻馬有什麼正面負面的影響 他是上那個連馬師國匯聖賢的副鏈來的 因為國匯聖賢已經退休了 是是是 就是轉了給他 是的 就轉了給他 這次真的用他的名字第二次上陣的 第一次上陣的就是金庫上去 跑第五零第六的 那一場你看到也是全程在後面的 是零零丁丁一隻的 但是做直路呢 好像第五零第六 最後那六百米是走最快的時間的 如果你相信上一場謀勇兼備 是因為牠場地不利外追馬 是內蕩對那隻二百倍那隻馬 放頭馬特別有利給牠贏了呢 那對神業是很不利的 因為牠走大外檔的那場 牠最後輸很近而已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你就要留意的 是 就是牠有這樣的能力 就像你所說 就是牠有些不穩定 還有就是神經質 是吧 那可能臨場真的要有八至十倍才能駁得 如果這樣算 但是牠是有機會的 不過牠真的有 是 是 牠神速挺漂亮的 牠試草地真的挺漂亮的 挺省鏡的 好的 那大家如果想駁冷可以試一下這個神業 另外呢 其實那隻維毒愛里7號 用何摘瑤 香港騎士的 這隻馬好像似乎來到香港 傳媒不是聚焦在牠裡的 好像是低調了 但是牠也有些消息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文貴慶 這隻馬呢 首先那個故事就是12月的了 去到去年 那隻馬差不多是部署 很想離跑香港平的 但是最後沒有入選道的 那 令到香港平呢 其實沒有日本馬跑的 上年12月 有個消息呢 就不肯定的 未經確實就是說 因為現在那個賽馬氣泡呢 香港馬會很早就要 就要向政府說有什麼馬來的 但是呢 但是呢 唯獨我們是屬於邊線那類的 就是到後來想向政府申報已經太遲了 所以牠才出不了賽咯 那至於這樣去到杜拜 考例三 你如果有留意呢 他是最快 不要計謀勇兼備用重山 他是最快宣佈用何制妖的 是的 那個故事就是呢 他們的人 不是找那個田坦官的 他們是聯絡了 應該都有找他們 聯絡了 那我問他們 他們的回應是 哇 四月第二個禮拜 我不知道是那個 Agent玩的 還是 因為我上次好像說過 他撐住了 還是潘頓和史卓鋒 都是說難言延遲的 這個我不肯定的 總之他們聽回來 就說四月第二個禮拜 才要答覆 那那隻馬 那個馬 那個團體的主管 最後不等了 最後可能什麼都沒有 那 立刻找到何宅堯 那何宅堯 其實他也贏過的大賽 他的排名都前 那些主管 都是覺得他沒有問題 所以立刻找到何宅堯 那何宅堯都答應了 所以就很早已經宣佈找了他 其實我收到消息說 用何宅堯其實有些奇怪 就是因為日本人的民族性的問題 就是若然你用一個香港的騎士去贏 贏了的話 那好像是不是香港騎士好過日本那些呢 就是本來我就有些覺得奇怪 但是聽完這個就是 他們都肯定何宅堯的能力 這個就不需要擔心 最後馬迷就應該是最關心 可能有關那隻姚滿平 因為馬會又公佈了一件事情 又說他有前腳不良於行 又要觀察情況 那以你所知民警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他在星期四那天呢 就是昨天早上是田下安市儲利的 操員他就過回來 過網室這裡 就是過回來 他以為要做訪問 要做zoom訪問馬會 最後就不用了 那時候有馬會高層啊 還有影視部的人都問他幾句 那些馬是怎樣的 他都說好啊 那些馬很放鬆 那些馬都稱讚 那些馬 但是想不到那些馬就 下週就說那些馬不良於行 那今天呢 就好像一直在檢驗馬房沒有出來 那我覺得就已經是有些危險性了 那看看明天操練怎樣 那99年呢 那些馬一試過有一隻王子丁呢 是說失敗了 但是那時候收到 那時候收到訊 我自己在我自己的節目裡說的 那隻馬是這樣的 不是說那隻馬是這樣的 不是說那隻馬是失敗的 是他性格的 那隻馬是王子丁 那最後那隻馬是能出賽 還跑第二 那一場輸給要滿平的 那看一下他明天會不會出來 還是什麼時候會宣布退出呀 但是始終都好像會有點戒心 剛才文貴兄說王子丁過往有這樣的鮮麗 馬本身就喜歡走路不走不走也不走 所以沒所謂 但是我們上次知道他們離鄉 就完全沒有這些東西 遇滿難邊,他神叉雷神過檔那一課 看不到都知道馬很合適 但是今天真的沒有,但是沒想到 也就是令到你有戒心 而且他今天也沒有出來 所以如果這樣聽起來 嚴滿平也有很大機會退出 不要說他一定 我這樣聽起來就算出到 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可能要扎著上 這些要跑才知道 但從頭柱角度 最初打算買都會害怕 我知道文介卿 本來是嚴滿平 現在可能是轉頭腎葉 但除了這場之外 最後問你這次有什麼心意 這次就有一個 我不知道有什麼賠率 可以搏一搏 第九場 14號的天使 這場 如果你計算最近的神操 計算賽職 非輪閃耀應該大熱 特別是4月13號的市集 是很厲害的 這馬可能真的是1,6馬來的 不是說2,000的 試過的了 美麗全城在外地都跑2,000的 誰知道來到變成1,6位馬 有時可能來到步速不同 但是他始終這場是沒有什麼 步速場合 你只看到太陽威威會放的 為什麼天使突然會看到 近三場的賽職 差不多可以抹掉他了 在經典1里那場 他是漏閘的 之後呢 上一場搞1,800 他就去放投 然後那場發狂谷1到50米 就中段無端就走散了 其實呢 不可以作準 對他的實力 是不是很大虛分 好像別人這樣說 就不知道 但是呢 之後呢 就是第一次 推去重化訓練 試過一個集4月初都不錯 這次有個二檔 如果步速不算很快 他守在中間 在內檔 他真的可能有得衝 有機會走到三甲 那些是吧 那希望有些賠率呢 哦 這隻我想應該有些分頭了 因為之前幾場呢 和你所說 真的輸怕了人 最後都簡單提一提 沒錯 最後都提一提大家 小弟已經有會員的Patreon 和YouTube會員問到的 都歡迎大家支持的 但如果不想課金都沒有問題的 只要好像今年左上角的三個符號 給like 給comment 我都一樣感激大家的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 今期的史馬田蔡馬集作 也麻煩了文傑兄 這次特別 在周末都幫忙助拳 謝謝文傑兄 不要緊 大家好運 好的 那我們下次就希望 膠神又抱頭 麻煩了 下廖影片再見 拜拜 好